额稳落实周周二日的政策 新政院去年修正的是劳动基准的一例一修修法 从去年12月底实施到现在 其实已经将近半年了 不仅劳资双方都很不满 连地方政府的首长 以及执政党自身的立委 也都认为现行的劳基法太过僵硬 应该要来修法 而上周六蔡英文总统是邀请了 县市首长进行参序 首度松口了不排除修法 而新政院院长林全也强调 老姐以辅导为主希望能够平息正义 一例一修制度上路半年 辅导期将搞一段落 七月迎接的就是劳动检查 但一例一修正义不断 地方政府跟着反弹 认为挚爱难行 朝野立委喊话修法也不绝对 一例一修在理论跟实物的落差 必须要用一些修法的动作来加以更加完善 一例一修造成全民接书 全民造成重大的民怨 那支持率已经非常低 长此以往会对国家社会经济造成 正大的冲击 产生更大负面的影响 假设要改赶快改 但是要求行政院必须拿出版本 不可以脱脱摸摸 面对质疑声浪 蓝营立委话很酸 认为就是恶法强推 现在弄得怨声载道 就连自家绿营立委也颇有为辞 总统蔡英文上周六晚间邀及县市首长参序 才首度松口不排除修法 劳动部也有跟各县市政府 有再重新再开会讨论相关的议题 7月1号这个部分的执行 似乎还是可能以辅导为主 裁罚为后吧 第二次临时会之前 我们会充分的讨论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 所以这个毕竟经过党团的程序 那我们会让大家充分的讨论 去年底蔡政府强势通过法案 事刑半年免临检讨 劳动部将在6月29号召开劳检说明会 邀及各县市劳动主管参与 7月后采取先辅导后检查的做法 遇到重大违规才会开罚 一例一休掀起的争议 如何平息7月后的劳动检查 成为观察重点 欢迎新闻赖瑞帝康成台北报道 半年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